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中国的三孩政策刷屏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今天 也就是5月31号召开了会议 那会议决定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以及配套知识措施 我看到环球时报在此之前 他还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 是打破了西方畅衰的论调 在人口问题上 唱衰中国 论据不成立 环球时报还说 最近的第7次的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符合发展规律 没有必要担忧人口红利消失 没想到他们说了这么一大堆 话音刚落 他们这些党媒就被他们的主子狠狠的打了脸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中央并不担心人口问题的话 人口数据所谓的符合发展规律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对现有的政策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就是官方媒体的作用 它是政治宣传 共产党自己都不信 只有中国的这些愚民 这些五毛小粉红 他们才会信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看他们说什么 他们告诉人民什么 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必须要读得出来 这些宣传话术背后的真相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 这个节目的一个最大作用 就是这一点 那么好了 一对夫妻生几个孩子 其实在我们看来 这本来就是天赋人权 但是到了中国这个奇葩的国家 就要被限制 中国共产党限制你的行为 限制你的思想 限制你的言论 现在还要限制你的生殖器官 如果你说中国没有自由民主的话 如果你批评中国没有自由民主 那么五毛索文红 他们还会跳出来来维护一下主子 跟你狡辩一番 但是你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生育的权利 他们就完全抵赖不了了 因为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最早的时候 中国学习苏联 鼓励人们去多生育 生的多的还给予嘉奖 授予所谓的英雄母亲的称号 政府还下发了限制打胎 节育和人工流产的命令 后来毛泽东还提出 人多力量大 最后中国生出了这么一代人 满脑子都是义和团的思想 又红又专 看看天安门广场那些举着 毛泽东语录的红卫兵就知道了 说他们是一群暴民 一点不为过 后来到了改革开放的时期 中国又开始实行一胎化的政策 强制每个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 这对很多人来说 基本上就是让他们断子绝孙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 之类的这些天灾人祸 在豆腐沙工程底下死了这么多的学生 他们的家长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他们都是独生子女 所以说应该少生的时候 鼓励人们多生 应该多生的时候却限制人民 让他们少生 可以看得出来 共产党就是把人民当作牲口一样对待 把人民当作他们特权统治的工具 不管是限制声誉还是鼓励声誉 虽然是完全不同的相反的政策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它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 都是为政党的统治来服务的 这跟他们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正好相反 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不会去限制人们的基本权利 想不生就不生 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子宫是长在自己身上的 凭什么要听某个党的命令跟指挥呢 邓小平曾经对来访的日本首相说过一句话 他说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声誉 就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 这反映出的是邓小平本人的一个阴暗心理 也是一种冷战思维 就是我们关注的是普世价值 是作为一个人是可以主导自己身体的 有这样的权利 而邓小平觉得你真是见不得中国好 事实其实正好相反 我们看今天不仅是开放一台化政策 甚至要生两个都不够了 要让大家生三个了 那算不算邓小平所谓的 想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呢 一个国家的人口的多少 跟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 它并不一定就一定是成正比关系的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中国以前认为生得越多就越穷 这是一种很落后的错误的小农思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宋代的人口首次突破了一亿大关 但是宋比之前的时代比起来 都是更加的繁荣跟富裕的 而且比起同一时期的人口较少的 像辽或者金也富裕的多的多 那你说这可能是因为国土面积大 那你现在去看看日本 看看新加坡 人家没有限制人口的生育 也从来没有过一胎化的政策 国土面积如此之小 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大得多 人家这些国家照样非常的富裕 另外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它在城市的人口管制政策 要比在农村的更加的严 那为什么呢 其实这么做还是为了这个政党的利益服务的 就是因为农村的人口 它出来之后 大多数人要不然就是从事底层的廉价劳动力 拿着最少的钱 享受最差的待遇 任由国内外的资本家来剥削 要不然他们就是参军入伍去当炮灰 中共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口 因为军队里可以免费吃饭 有人养活 这是找不到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去处 而且农村家里不只有一个孩子 打仗战死了也不至于绝后 那么好处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共产党获得的好处 他们的统治维持了稳定 因为党指挥枪有军队 然后共产党的内部的特权阶层 和共产党沆瀣一气的这些资本家 靠着剥削农民工赚了大钱 你可能会说了 剥削这个词是马列主义的用语 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不能这么形容 但是我们看到 中国到处遍地都是拖欠工资 对吧 然后农民工去讨薪 都会被认为是非法行为 会被抓起来 这难道不算是剥削吗 你见过西方的制造界的工厂的劳工 有几个会被逼跳楼的 这难道还不算剥削吗 那么这里边的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有文化修养的这些城市人口 越来越少 而农村的人口却越来越多 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留守儿童 我曾经说过 说他们长大之后 很可能会成为 未来中国社会动荡的主力军 因为这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也没有很好的家教 因为父母都在常年在外面打工 所以他们看到城市跟农村的这种差距 他们又没有知识文化 又没有道德水准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由于这些年 那么改革开放的停滞 然后蛋沟不能够越做越大了 基层固化非常严重 农村的人口 或者说这些小镇青年 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城市中产也压力很大 生育的愿望越来越少 早在10年前 中国的生育率就已经是低于平均的全球水平了 总体而言 劳动力短缺 成本上升 已经造成了制造业的产业链的转移 老龄化也在消耗资源 养老金的缺口很严重了 现在都成国家机密了 你都不知道是多少 那么这直接影响了经济稳定 从而动摇了这个政权的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二胎政策都不够用了 现在要放开三胎 当然同时也要推迟中国人的退休年龄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了 现在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统治本质是专政 是体制僵化 他们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最终不仅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过去的经济成长绝对不是靠限制人口来实现的 那么今天也没有办法靠增加人口来实现 原因至少有两个 在我看来 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就是效果 就即使今天生三胎 那也要等到十几年后 这些孩子才能成为适龄的劳动力 那中国根本就等不起 十几年的时间 这个全球产业链早就重组转移完成了 为什么中共的这个政策 前后经常是矛盾的 一时一变呢 就是因为他们只关心当下 就是我现在的位置是不是稳 如何守住现有的利益 他们不会去做长远的打算 所以说往东是他们 说往西也是他们 他们真的对中国有长远打算和规划的话 他们也不会拼命的把自己的子女 送到国外去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效果 那么就是当今的年轻人 到底有没有生育三胎的愿望 以及条件 就是生一个 你还不够鸡娃的 已经压得很多家长传播气来了 你再生三个 你以为这是加拿大吗 对吧 除非你把孩子当猪养 否则的话 收一上点新的家长 不可能是不跟别人去对比 然后不在孩子身上花钱的 不可能省着钱 省谁都不能省孩子 对吧 加上他们还有赡养的老人 对吧 任何一个老人生一场病 都可能让一个中产家庭 濒临破产 这种故事实际上太多太多了 之前有一个北京的中产 他记录了家里老人 住ICU的过程 写了一篇2.7万字的文章 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 引起了特别多人的共鸣 这还算是大城市的 家境不错的 当你想到在贵州的 毕竭的垃圾桶里面会冻死那五个流浪的孩子 当你知道这个会砍死自己四个孩子 然后喝药自杀的杨改兰 你觉得大家生三个孩子能保证他们都快乐健康的成长吗 对吧 你看看中国的现实是什么 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 我们去看看网民对这条消息 这个生三孩子政策的这个嘲讽跟痛骂 就可以看得出中国人内心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比方说 有人就说了 我们80后90后 独生子女两代人 一对夫妻要养四个老人 再拉扯三个孩子 还要带九个孙子孙女 上班了还要996 这个生产队的驴也不是这种用法了 现在最后累的你 可能领不到退休金就挂了 那么国家是不是应该给这两代人发劣势证 就是为国家而生 为国家而死呢 还有人改变了养儿防老的定义 说养儿防老什么意思呢 就是养娃能够防止你活到老 还有人为这个张艺谋导演叫冤的 就是说他之前不是多生了一个 被罚了748万人民币吗 那是不是这笔钱应该退还给张艺谋呢 还有人评论说 就算是养猪 猪不下子了 那养猪的都会去看一看原因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这种高房价高物价低福利待遇的情况下 你制定这种政策的人还不如猪呢 这类的评论在网上太多太多了 这高手在民间嘛 骂的都挺有创意的 最搞笑的是新华社 他还在微博上面做了一个调查问卷 问三孩政策你准备好了吗 结果相当的尴尬 彻底翻车了 1.5万人参与 有1.3万多人选择了 完全不考虑 然后新华社在被打脸之后 就默默的把这条微博给删了 看到这些你就明白了 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感受到是做一颗韭菜的命运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种感受 并不是我们在海外嘴上随便说说而已 之前我提到非常恶心的一个央视主持人白元松 他就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说 年轻人有压力是好事吗 然后被网友做成了鬼畜 然后加以嘲讽 在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来博大家一乐 这一期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观看 喜欢的话请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别忘了开启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的提醒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